我今天有帶了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中醫的酵素 就是中藥材的酵素 像我們在外面都看到 都是什麼水果 蔬菜做成的酵素 這裡面就是會有像有枸杞 有絕名籽 然後有什麼黑醋栗 菊花等等 它是這樣一包一包的 對 就是中醫的酵素 就是比較溫的 比較就是溫和慢調那種感覺的 然後它就是這樣一包一包 那你就只要一天吃一包就好了 起碼 就是我覺得適當的體質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 然後可以讓你的腸味道 會比較健康一點 少數好 菊莉 我們吃什麼呢 其實我這邊有幫大家 設計的那個五個原理 針對於在年前一週 因為你知道大家過年回去 一定會有什麼同學會 然後家族的聚會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瘦瘦又美美的 那這時候你就開始要 怎麼樣有本錢過年 第一個 我建議 年輕一週開始吃自助餐吧 對 就是 對 因為其實這個 不管是減重 或者是你要控制飲食 其實自助餐是非常好的那個 因為它可以挑 你可以有選擇性的挑 比如說你飯 你可以挑大碗或小碗的 不是那種貴的那種 不是巴貝 歐油給你 自助餐 我還想說還有 有飯有青菜 對 你是那種高檔的 有切牛排的那種 海檔什麼 不是民放寶 是那種 大菜的 有家庭式自助餐 家庭式的那種自助餐 因為上班族 最方便的其實到外面去 就是點這一種 你至少你可以點說 我要兩道青菜 然後你的肉類 你可以不一定要 因為便當 通常選擇就比較少 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變化性也比較大 我每次都是買自助餐回家 給我保姆 給他們吃飯嗎 就是那個印尼的那個 他認得你了沒啊 好像有點知道 他不是有叫你要拿好 拿好 他現在也還在雕 因為就是我 可是我自己 我承認我自己也調皮了 拿太高了吧 夾了 你放下 他拿那個夾子壓我手 你知道 那自助餐其實就是 我覺得除了樂趣之外 其實它也會讓你 就是可以控制你的熱量 然後這大概前一週的話 盡量不要吃包餡的食物 對 包括像紅燒豬頭或肉丸 或是包餡的麵包這些 因為你知道每次過年 大家平均 以我們減重班的經驗 平均過完一個年回來 至少3到5公斤跑不掉 如果沒有控制的話 尤其是年放得越久 其實大家胖的速度真的是越快 所以其實開始慢慢 對 稍微要有一點減一點油脂 所以其實減油跟減糖 我會建議在年前的一週 先把油脂先減下來 因為油脂的熱量 確實是比較高一點的 然後另外呢 如果說 因為現在開始有一些尾牙對不對 或是說有一些朋友開始要 同事之間 開始要吃吃喝喝聚餐一下的話 慶祝就是要過個年 所以盡量還是選在中午的時候 因為至少你有一個消耗的時間 比較久 然後還有就是盡量喝清湯不喝濃湯了 一樣把油脂把它降低 所以你現在有一些湯就盡量不要喝 比如第一名的玉米濃湯 然後再來就是像酸辣湯 通常這兩個我們會建議就是 在減油脂的時候盡量就不要喝了 然後不吃加工的製品 包括你早上就盡量不要吃漢堡類 或是火腿或是像一些培根的 用一些鯉肌肉或是像雞蛋 相對來講它的脂肪也比較少 它的熱量也比較低 所以其實在年前的一週 這主要這幾個設計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主要是減油脂 因為你回去之後 不管你吃 像年夜飯 其實我們發現它的油脂的量都很高 像我們之前統計過 如果說你沒有控制在吃年夜飯的話 你那個晚上 年夜飯晚上一餐吃下來 大概會一個人會吃在 2500大卡的上下 對 所以你要是先留一點扣打給自己 OK 我們看第三種是什麼 體質 膚質沒關係 別人建議的先照做 誰建議很重要 對 像我就是一個受害者 妳聲音怎麼樣 對 因為他是受害者 聽我威威道來 就是因為我身體就比較冷 然後不是說就是天氣變化很大 可以吃一些薑 麻油 酒 所以我就把它煮在一起 然後睡前喝的時候真的很溫暖 所以一早起來就鎖喉了 妳是昨天晚上就鎖喉了 結果現在我就燒身了 鎖喉了 太燥熱了 我突然間 太燥熱了 我補錯了 就整個大NG 真的好NG 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他那時候就想說 也是要存本錢來過年 因為過完年之後 他怕自己就變成一個胖子 所以他那時候那一年 他是流行 尤其那種蔬菜的湯減肥法 他就把所有蔬菜 全部都煮成一鍋 然後不加調味料 然後就吃喝那個湯跟那個蔬菜而已 結果他當時的室友 就看到他說 我自己也來身體力行一下 跟著他一起吃好了 結果吃第一天他就送醫院了 他就開始全身起疹子 然後呼吸困難 農藥沒洗乾淨 應該也是 後來他才知道他的朋友 我朋友是在裡面放了青椒 他對青椒是大過敏 對 但是他跟我講說他的室友 那一年過年 倒真是過得清清淡淡的 因為醫生剛剛有說 你再也不能亂吃熱 過清淡 食物過敏很恐怖 對 有人對那個花生過敏 那會致命的 花生過敏最嚴重的致命案例 最離奇是有一個小女 有一個女生 那女生他知道自己花生過敏 所以他一點點花生 像什麼花生製品 他都會仔細看 他都不會碰 而且美國 因為這樣花生過敏的人很多 他們在食品標示上 會特別含有哪些可能過敏成果 包括比如說膚質 包括花生 包括牛奶這些他會寫出來 所以他一直很小心 結果他後來有一天 居然還是出現了那個 就是整個呼吸道黏膜水腫 後來休克 然後差點死掉 他就講他到底吃到什麼 結果他是他跟他男友接吻 他男友在跟他接吻之前 吃的那一餐裡面有花生薑 這樣子都不行 所以男友接吻前要刷牙刷乾淨 沒有沒有 他真的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引起他就整個休克 他怎麼才唾液一點點 因為他們非常過敏的皮質 一點點有 應該是塞在牙縫裡吧 或許 他用舌頭去挑他牙縫裡 我以前的老師他對 我以前老師對芹菜過敏 他是連絡魚丸湯上飄的 一顆芹菜豬吃到也是會 有可能的 所以過敏這件事很可不可 可是像Jazz這件事 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比如說要姜這個東西 有的人說要冷了喝姜湯 感冒了喝姜湯 可是在中醫裡面 你是風寒型的才是喝姜湯 如果風潤你已經開始有一些 就是有點發燒 已經腫起來有點彈膩那種 對 那是發炎型的 你就不要再喝姜了 尤其有一些自體免疫的 在冬天就會跟人家說 我來一點補湯好了 冬天羊肉爐要補食全 白骨要補 就有一個女生吃完這些補湯之後 第二天覺得為什麼 眼睛看起來怪怪的 整個頭好痛好燙 眼睛很不舒服 去看才發現他急性青光炎發作 因為他有自體免疫的疾病 他不能去吃這些大骨 他引起一種紅魔鹽型的青光炎 不過是講真的 前一陣子我跟我先生 他另外一對朋友去日本 專程去吃那個月前蟹 就是松葉蟹 11月7號日本不是解禁 就開始吃嗎 我們上講四個人吃了六隻 這麼大的蟹 不太大 四人吃六隻 這麼大 講對不對 但是一家人囉 好可怕 重點來了 第二天一早起來 我一個朋友 就我的姊妹濤 眼睛走這麼大 核桃一樣 過敏 過敏 他平常吃不會 因為吃太多了 這麼大一個 是不是也是過敏 是 反而來講 剛剛像學老師講到 最常見會過敏的東西 其實是甲殼類 是海鮮 然後第二名可能就是像芒果 或者是荔枝這一類 比較燥熱的水果 如果在年前的話 很多人就是減肥 可能想說喝一些比較營養的湯類 含到甲殼類 蝦子什麼的 一下子濃度太高 就很容易 最基本就是全身起疹子 再來就是說眼睛腫 最後就喉嚨腫 可能就會休渴了 OK Same老師 對 其實我覺得在年前一個禮拜 你除了那些吃的要注意之外 Hold住身材 除了運動之外 你可以靠保養的方式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這一瓶 有沒有看到它有一個 S曲線的圖案有沒有 它很特別 它是這樣子 很多Light打上面也會這種 尤其是10塊錢的 然後它很特別 它是這樣對不對 而且它會變色 對 妳可以搖一搖 是慕斯狀的 對啦 沒有煙耶 這是慕斯狀的 然後你擦在身上的時候會 就幫你把這個成分壓進去 老師 妳要不要試試看 那我來吧 很舒服喔 來看看 剪一點橘吧 它冰 冰鎮 有耶 聲音好大喔 很大聲對不對 對 我在意到 有一點嚇 然後它等一下就不見了 然後它利用這樣的成分 它會幫助你這樣 打到生意 好像我媽在煎豬油的感覺 沒有 就這樣下去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擦 下豬油 你可以擦在你可能局部 你覺得比較需要改善的部位 你就可以擦上去 所以你現在擦的部位是 沒有 現在只是簡單的示範一下 你看它多謹慎 搓柔中 然後除了這個 你可以這樣擦 這樣會瘦嗎 對 然後你也可以利用 現在市面上有一些這種按摩板 這個按摩板就是可以直接這樣擦 還在我的皮膚上面這樣 對 就好像那種小菁姐 在咬脂肪的感覺 小菁姐 好自豪 你黏瘦 你 就是像我們以前不是玩那個電動玩具 不是玩小菁姐 它好像在咬下去這樣子 拿出來一下就吸收了 亞當山德烈有一個電影 就是大的菁姐 對不起 這樣子 謝謝老師 而且很舒服 對 你就可以局部 還是要保養 你不是說當然各方面都兼顧到 當然是最好的 老師本來手已經很白了 可是你看這支更白 有沒有 這支更亮有看到嗎 對啊 有 整個亮在那一階 真的 真的 整個這一階 有 我第一次找他比自己更白的手 而且感覺有小一號的感覺 對 因為他們有緊緻的功能 對 不過醫生 你這個膚質 別人會建議的話 你是不是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會這樣建議 假設你真的過年前 一定要減肥 去準備過年的話 有幾個東西是一定要補充的 就是我剛剛有講過一些 絕對必要的維生素 包括維生素A 維生素C 像剛剛許惟老師那個湯 非常的好 因為它裡面有茄紅素 有茄紅素 另外一些比較 比較新 比較高科技的一些 一些抗氧化劑 包括像葡萄籽萃取物 大家有聽過對不對 還有松樹皮萃取物 這些都是一些 可以抵抗體內自由基 當你在減肥 或者是說吃到 可能太油膩的食物 或者是接觸到 骯髒的空氣的時候 自由基堆積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可以幫助你 去抵抗這些自由基 讓你的膚色變得比較紅潤 斑點不要跑出來 如果有人長痘痘那種 怎麼辦 如果是長痘痘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長痘痘它是一個發炎的過程 它是一個過程 它並沒有辦法說 有任何很好速成的方式 還是要循序漸進 你痘痘的基本成因是什麼 就是粉刺 粉刺怎麼來的 就是皮脂代謝的不正常 跟你角質層代謝的不正常 尤其像剛剛Apple講到的 像什麼厚膚 這種就很容易 讓你的皮脂代謝不正常 卡在裡面變成粉刺 你一旦粉刺多了之後 因為其實粉刺有一定的比例 就會變成痘痘 那你痘痘就會多 所以你第一個預防 就是要從降低你的粉刺開始 清潔 吃就關鍵囉 好 我們來談一下 那個年前一週要怎麼樣 針對皮膚的護膚飲食 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建議是十字花科的 比如說像綠色的花椰菜 然後或者是像現在冬天 有一些大白菜 或是芥菜這些 而且如果說你維生素A 其實我建議你吃完那個糖之後 可以吃一點點油脂 就像你提到的那個黑芝麻 或者是有點油脂 堅果 因為堅果可以幫助維生素A的 那個吸收率再增加 今天學到好多 對 然後所以說 你可以用十字花科或辛香料 所以其實你在年前 大概可以用一些蔥薑蒜 甚至於薑黃的部分 去做一個攝取 然後剛剛提到 吳醫師提到的 這個柑橘類的 其實就是他提到的維生素A 那冬天 因為你會發現冬天 橘子跟柳丁很多 剛好就是盛產期 所以這時候 橘子柳丁的維生素A是最多的 因為剛好逢這個季節 所以你可以吃這個柑橘類的 那豆類裡面 其實像豆漿或豆腐 它裡面有大豆藝黃桶 尤其是如果過了 40歲以上的上班族 我們會建議就是 每天其實要吃一份的豆類 那一份豆類大概多少 就是大概豆漿250cc 或者是那種傳統豆腐三小哥 然後或者是那一種 一般的我們在講那個 市售豆腐大概是半盒 所以其實你可以吃豆類的部分 那那豆其實也很好 如果你們敢吃那豆的話 它裡面的那個 那個大豆藝黃桶成分也很高 那再來就是女生比較喜歡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吃一點甜點 因為有時候 你真的年前一周在控制體重 然後護膚的話 有時候嘴巴還是會慘 所以其實可以吃一點黑巧克力 然後另外呢 因為堅果裡面其實推兩個 一個是黑芝麻 一個是杏仁 因為這兩個是屬於維生素E 非常高的堅果類的食物 然後為什麼會有一個藻類呢 不到最後一刻 千萬不要晚腸 否則 因為晚腸其實它對腸內的黏膜 都是一個刺激 不但是一個刺激 而且它會降低你正常的 腸子的功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一直講到益生菌 對不對 你晚腸其實會破壞 腸內本身的好菌 所以會讓你的整個腸子的蠕動 跟那個代謝會變得不正常 所以晚腸其實不建議 所以到最後一刻的話 千萬不要用 不要亂用 你才不要亂用 亂用 你幫爺爺用那是不是自用 對 有試過幾次